遇到哥巴契夫 是負責了歷史 哥巴契夫 五十四歲那年 成為蘇聯史上最年輕領導人時 當然無法料到自己僵世 前蘇聯最後一位總統 我們維持最後一段的旅程 是克朗希尼茨·克朗希尼茨 1990年 他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隔年 直接在電視演說中宣布蘇聯瓦解 四天後迅速辭去總統大會 當他與電影鬼才合索兩大傳奇激盪 反倒呈現出大時代格外的荒謬 特別是談及80年代 哥巴契夫開啟了東西方和解的重大轉捲點 我告訴他 我認為他能否討論到核武器 因為核武器是最好的抗爭 世界最早的 如果他拿到核武器 他會有危險的 一般的火力 如果他會有危險 那些危險 當這個戰爭開始 他會更可憐 他會被贏 第一人獲得核武器 我心想,你似乎你,你老是新年人 你自己身上的国家 你自己在标准舒服,坐在标准上 我懂得知道 我也是很渴望的 我只是想说,我对你很渴望的 您需要您的少量比我們 這是我們所在的價值 這是世界的重要道路 誰不明白,誰不明白 誰不明白的事在世界上 所見的地方 一個公共的家庭 在 Reykjavik 房子 每個人都在乎 Biz Gorbachev and Reagan personally connected very well. Although no final agreement was signed, this was a breakthrough. The full abolition of nuclear weapons was discussed, but America would not give up ambitions to weaponize space. For this moment, things remained inconclusive. No treaty right away. But this handshake was seen by the world as momentous. 後來,1987年, 哥巴契夫與當時的美國總統雷根簽署中程核飛彈條約, 美蘇達成小減高達30%核武的劃時代成就。 當然,這與當時蘇聯經濟無法再承擔高昂核武競賽的背景有關。 但哥巴契夫當時,是核戰等於人類文明末日, 認為不斷對話才能促進意願的眼光。 如今在普丁和美國白宮身上均令人恩婉的一部復健。 如今,已91歲的哥巴契夫。 在這部2018年推出的紀錄片中, 強妙預言了北約東闊將帶給俄羅斯與普丁龐大壓力。 而且我們現在努力強化金斯坦的研究。 但我一直都在考慮 歐斯蘭的歐斯蘭 我認為他們的確保 也不會由他們的確保 而是很確實 儘管如此 對於普丁的鋼鼻自勇無法對話 戈巴吉夫給予強烈指責 冷戰爭 是為了進行社會 這些人不明白的重要性 維持共和其他 這些人不必有所謂的政治 如今我們是否了解 和武強國之戰 結局必然互相毀滅 結束戰爭的唯一希望 唯有對話 儘管代價 漫長而痛苦 我願意聽說 甚麼應該是在你的牆壁 我們嘗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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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贏